近日杨幂刘凯威离婚仪式,闹得沸沸扬扬,虽然说的是和平分手,但双方粉丝却争论不休,有的人认为是刘凯威的错,有的人认为是杨幂的错。 今天我们不论对错,单纯的带大家看看刘凯威的几段绯闻恋情。 刘凯威原是香港TVB的男演员,后离开TVB到内地发展,加入娱乐圈后,刘凯威遇到温柔的矿文群,两人在电视剧《真情》里演小情侣,因戏生情很快变热恋起来。 只是,两人都是走的偶像派路线,所以一直以好朋友相称,但两人的情侣关系是圈中公开的秘密,后因性格不合分手。 刘凯威原是刘凯威最早的绯闻女友,两人虽然多次否认,但是关系确实很亲密,刘凯威对刘凯威也很是贴心,后来因为穷,刘凯威便被抛弃了,相传她两分手后,刘凯威因为伤心还用工作麻痹自己。 刘凯威和刘凯威而恋情结束后,在2005年和模特Rajin好上了,传言当时追刘凯威的美女很多,不过刘凯威最终和模特Rajin热恋,这位模特长得很美,身材也很好,据传还曾经是孙耀薇的前女友。 刘凯威和刘凯威两人合拍了电视剧《单亲妈妈》,当时这段恋情,据说在剧组挺被看好的,而拍戏之外,刘凯威也会陪着刘凯威一起去吃饭什么的,但最终,两人还是无果而终。 刘凯威和刘凯威至少合作了三部大戏,而且都是对手戏很多的那种角色。 也因此,马书雅和刘凯威的《非文恋情》也被传开了,但无论是刘凯威还是马书雅,都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这段《非文恋情》。 刘凯威和刘凯威一起拍摄《国色天香》时,曾经流传一个段子,就是刘凯威和刘凯威在拍摄WC的时候很投入,而由于在该剧中,两人扮演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戏,也是让人刻骨铭心,催人泪下,所以两人的《非文恋情》就这样传开了。 影儿,这个纯属是炒作,传言刘凯威拍吻戏的时候将影儿的嘴都咬破了,两人在《千山木雪》《画皮2》中都有合作,而且非常暧昧,传《非文彼此消费》后,两人再也没了合作。 后来,杨幂怀孕的消息也是影儿爆出来的,所以影儿到现在还在被杨幂恨着。 刘凯威与王欧一起看剧本,这件事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,当时大家都认为刘凯威是婚内出去,但杨幂表示相信刘凯威,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,不过刘凯威因为这件事,形象也是跌到谷底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